黑袍纠察队衍生剧V世代高能来袭 黄爆程度更胜前作 高能场面连老司机都hold不住 导演简直把血浆当作常规道具 拍片即是高潮 这个满身冒火的男孩名叫金童 是七人组之后最强的超能战士 我愿意能看上去很拉风 可变态的是每次战斗都会把衣服烧得金光 所以他每次都是光定霞 超强的能力加上帅气的外表 让金童收获了众多粉丝 玛丽就是其中一员 可紧接着场中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阴影 场上如此血腥 看台上的观众却仿佛在正常不过 原来金童的对手拥有自动恢复的能力 这里是哥多金学院 一所专门培养超级英雄的高等学府 在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拥有超能力 有的还特别奇葩 就比如说玛丽的室友爱马 拥有缩小体型的能力 放在漫威就是以人一样的角色 可他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通过直播来赚取人气 而直播的内容就是和自己的宠物仓鼠打泪 他甚至喜欢被挂在钉钉上玩 我一个变态都觉得变态 反光我们的主角玛丽 他拥有操纵血液的能力 从小就梦想承恶扬善打击犯罪 可现实的是 当他满心欢喜地来到学院时 却被通知分到了表演戏 玛丽当然不服 怒气冲冲地去找教授 可助理乔丹直接劝他死了这条心 他的竞争对手远比他强 包括破获过多起杀人案的高手 还有百万粉丝的网友 而玛丽却连一部像样的智能手机都没有 玛丽还想见教授 结果下印表教授就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抬手就给了乔丹一枪 然而枪声过后 乔丹不但毫发无伤 性别都发生了改变 原来这只不过是两人的玩笑而已 玛丽则抓住机会向教授展示自己 慷慨激昂地表示自己的梦想就是打击犯罪 可不论他怎么说 教授却还是一笑而过 哥多金大学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提灯人专业 曾培养过包括眉府女王在内的多位超音 还有一个就是伯爵夫人专业 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分到这里 唱唱歌跳跳舞当个网红什么的 从教授那出来后 玛丽显得非常失落 然而麻烦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一道人影从她身边跑过 紧接着警卫就追了出来 听说是有个学生稀嗨了 玛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胆忙划开手掌 用血液组成的鞭子将其击倒 可对方起身后却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眼见警卫抵挡不住 旁边一个男孩操纵汽车将其撞飞 其他人一拥而上把他控制住 只是这套动作显得异常熟练 眼看着男孩被带走 玛丽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不过这个念头转眼就被打断 刚才和他一起出手的男孩名叫安德烈 是金童的死党 他邀请玛丽一同参加他们的聚会 说是聚会 其实就是几个人跑出去溜冰 毕竟在大漂亮国 不会溜冰的学生比大熊猫都罕见 而他们选择的位置就是七人组的高堂 出人意料的是 金童和玛丽竟然特别投缘 两人的亲人都是死于自己的超能力下 玛丽的父母特别崇拜超级英雄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注射了五号化合物 而当玛丽第一次来越试的时候 就觉醒了空穴的能力 悲剧的是 失控的能力当场干掉了自己的母亲 赶来的父亲再次刺激到了玛丽的情绪 他永远忘不了当时妹妹的眼神 为了向妹妹证明自己不是怪物 玛丽一直努力想要进入打击犯罪专业 可这时金童却欲言又止地告诉他 当英雄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 事后几人混进了酒吧 想要玩就酒 越喝越有 可就在他们飘飘欲仙的时候 金童却陷入了幻境 在幻境中出现了一片诡异的树林 而旁边的安德烈还在用超能力撩妹 没想到一个意外切开了对面女孩的大动漫 场面顿时失控 眼看女孩就要不行了 几个人仓皇地想要跑路 地上的女孩让玛丽想到了女亲 她下意识地伸出了自己的双手 下一刻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她的操纵下 血液回到了女孩的身体 玛丽将女孩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一幕被围观群众发到了网上 直接把她送上了热搜 人逢喜事精神爽 可没想到教授却通知她被开除了 原来昨天和她一同去夜店的几个同学 都是学院的明星级人物 要是传出去他们嗑了药 还差点干掉一个女孩 那将是洗不掉的污点 更可笑的理由是 玛丽操纵血液的能力不够炫满 对民众没什么吸引力 所以这口黑锅自然落在玛丽身上 这一刻玛丽无比愤怒 无比痛恨这失道的故宫 但转念又想到了自己的妹妹 玛丽还是决定回去找教授讨个说 没想到一开门 就见到教授被金虹烧成了灰烬 玛丽想要稳住金虹 可金虹又怎么看不出来 察觉不对的玛丽转身就跑 后面的金虹紧追不舍 恰好乔丹赶过来 论战力乔丹是学校排名第二 不然也没资格给教授做助理 两人顿时缠斗在一起 可乔丹虽然子弹都不怕 却依然挡不住火力全开的金虹 但就是这阻拦的功夫 玛丽已经逃到了外面 门外的安德烈看着着急忙慌的玛丽 还摸不着头脑 周围的吃瓜群众纷纷拿出了手机 安德烈还想劝好机油冷静 可金虹只是说了句 就引燃火焰冲上了天空 在你的身边 给神奇海吧 四肢 你 我对你